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华坐车北上在行政院门口 静坐了一整天 在大太阳底下静坐了一整天 换来政务委员张尚伟跟这个国科会的副主委 答应要为这个中科四期开这个协调会 结果一个礼拜之后 我们收到一张开会通知单 这个开会通知单我们有附在这个 新闻稿的附件一 请各位看 我们看到这个开会通知单都快昏倒了 因为中科四期的争议这么大 问题这么复杂 那国科会他们要开协调会 竟然没有广邀 这个农民没有广邀民间的学者专家跟媒体 他们邀的是谁 他们邀的都是地方派系 中科出水 告家无敬请 支持中科降水 而且曾经带着这个承包商伟蒙的人马 到国科会呛下的林昌敏立伟 林昌敏立伟 这就是林昌敏立伟 这是他们邀请参加协调会的成员 第二会呢 他们是邀请了支持中科墙水 也曾经要求国科会 每天都要抽种这个6.65万吨农业用水的立伟 郑鲁芬 再来呢 他们还邀请了这个发包抢水工程的彰化农田水利会 他们呢 这个水利会预计卖水卖土 获取这个上亿的这个金钱的利益 这个农田水利会的旅庐山 此外呢 他们还邀请了欺骗国科会 涉钱图利 弊案累累的中科管理局 这个是杨文科杨局长 可是在同时 我们的农民 我们受到这个抢水工程最大 温鞋的这个农民 他们竟然连一位农民都没有邀请 但我们现在请协助 把这个农民我们放在这个 怪手的另外一边 真正会受到这个农业用水影响的这个农民 竟然没有邀请他们来开这个中科市企的协商会议 刘晋市企的协商会议 让他们选择 协商有协商会议 我们除了这的农民 都表示 他们每一个人 所以说 今天这个 这个政府 政府不是去給予金、去給榜票議 是不是這樣 今天就有一些老爺有在說要來 我說實在很辛苦 我們已經來十二便了 那二零都那些 都七八、七十歲、七十多歲 那是如果我們來做都很累 所以我們跟他說要 我們幾個代表來這裡 來這裡收拖就好了 因為我們苦口婆心 老老實實的講道理 可是這個政府不聽道理 今天中科事期要停止要轉型 還在討論中 可是他卻放任這個水菌繼續的挖 這個水菌是一個即將絕對不會再存在的面板葉 再繼續的挖 這當然是不合理的事情 農民花了五個小時的烈日靜坐 十二個小時 對不起 十二次的北上陳情 好不容易換來 行政院政務委員張善政的承諾 要召開協調會 可是這個協調會不在行政院開 跑到國客會偷偷的開 還不讓媒體採訪 更何況他邀請的人是誰 是這些支持搶水工程的立委水利會 我要問大家 這些立委這些水利會的代表 什麼時候來跟你們講我們要協商 沒有 他們沒有做出這樣的表示 可是我們的政府卻邀請他們 這意味著什麼 是不是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案盤正在發生 是不是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黑手 正在操作的這個搶水工程持續的前進 強迫出水告消遮危機 強迫出水告消遮危機 強迫出水告消遮危機